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陕北隋德县,来看一座六层的窑洞大楼,夏贝娃45号 夏贝娃窑楼是陕北地区最高大的一座窑洞桶子楼,位于隋德老城东北面的山崖上,后面靠着城墙 我们十年间曾三次来到隋德,每次都从这个楼底下走,这次有空爬上去实测了一下,顺便摸清了这个大楼的历史渊源 这个窑楼位于半空中,下距地面30米,楼顶与城墙持平,上下都可以进出 楼共有6层,每层9孔窑洞,一共54孔 最下面的一层是石头的,上边5孔是砖拱 每孔窑洞高一丈,宽一丈零五尺 窑洞前有砖气的拱形屋檐,可以做饭晒衣服 屋檐前面是公共走廊,宽两米 我们测量后发现,外边虽然看着都差不多 但每孔窑洞的深度都不一样 第三层,东边有一孔最深的接近10米 其余的普遍为8米 第六层中间的只有6米6 我们在六层中间的窑洞里找到了一位老住户 苏老先生 他说这个窑楼当年是随德人房办盖的 始建于1986年 1990年完工 当时采用的是购买7房的办法 先交定金,盖好后交全款入住 价格是每孔窑洞3400元 定金2000 这在80年代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 苏先生退休前是随德水电站副站长 在这边也算是高收入了 不过还是动用了几乎全部积蓄 买了三孔 花费10200 这个窑楼起先有个规划蓝图 每孔窑洞近深都设定为8米 每层两侧通自来水 楼梯处设有两个厕所 一个在20层 一个在5层 后来除了厕所之外 剩下的都没实现 焦工时六层窑洞由于后山道路拓宽 造成了尺度不够 但后来也没退钱 5层因为都是人房办领导买下来的 所以给私下挖到了9米多 里边打上隔断 至于自来水 一直到90年代末才通上 不过苏先生跟我说 这一万多块钱花的还是值 当时这已经是隋德城里最好的住宅了 对面的现代化小区 直到20年以后才盖起来 当时对面都是庄稼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